这种肉不要再吃了 每天多吃一两这种肉 就增加18%以心梗为代表的惯心病的发生几率 而且这种肉含有四个坑 最近英国牛津大学的最新研究显示 我们普通健康人每天多吃一两加工类肉食 其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尤其是像惯心病的风险就增加18% 这里提到的加工类的肉食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常吃的香肠 火腿 培根 午餐肉或者说肉罐头 还有一些熏制肉 腌制肉 这些肉食都属于加工类的肉食 而且这不是最新的研究这么说 在之前就有研究提出 如果说每个星期我们多吃三两这种加工类的肉食 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 其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几率增加46% 死亡的发生几率增加51% 大家别小看这些食物 这个只要是你坚持长期大量的吃多了 最明确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就上来了 其次其实这种其他疾病的风险也都随之升高 那么这些食物到底有哪四个坑呢 第一个坑 这些食物好多 无论是胭制 熏制 还是添加防腐剂 都含有一些像亚硝酸盐 防腐剂 这些对身体不好的物质 如果我们长期大量的摄入 一定是对健康不利 第二个坑 就是这些食物往往都富含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被我们吃进人体后 在肝脏 它是形成胆固醇的底料 或者说大家会看到 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 它就容易升高 而像低密度脂蛋白为代表这些胆固醇 它是形成动脉状应化性周样斑块的物质基础 而这种动脉状应化性的周样斑块 又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病理基础 说白了 这些肉食吃多了 心脑血管疾病慢慢就来了 而第三个坑 就是这些食物 它的盐含量是高的 如果我们每天吃的比较多 这个时候盐的摄入量就增加 容易导致盐敏感性高血压 而盐敏感性高血压 可以进一步的加重 或者说推升着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几率 最后一点 就是一些最新的研究 提示这些加工类的肉食 它可以导致无菌性的炎症 如果说你稍微有医学常识 你就知道 其实无论是防颤 还是脑梗塞 还是心梗 这些心脑血管疾病 它的发生的病理基础 往往是无菌性的炎症 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所以说从这四个角度讲 这些加工类的肉食 都是不推荐大家吃的 尤其是像连咱们国家最权威的2016版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不推荐大家多吃这类食物 那么好多朋友会说 哎呀我吃过 这个会不会有事 首先说如何正确认识这个问题 偶尔吃一次不一定有多大的健康问题 但是如果你长期持之以恒的非常量大的总是吃 那么我想还是有健康风险的 而且这种健康风险是非常明确的 这些方面的相关知识呢 张大夫最近也出了一本 张志盈大夫教您科学降血压的这个书 这个书里头呢 有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大家如果需要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自己获取 希望今天的视频呀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 如果大家觉得好 可以点关注点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张志盈大夫